各位您好 对于接受外资 特别是中资来台投资公共建设的项目 其实是在经济部 它有特别有一个开放中资 或者外资投资的项目 所以说实际上应该不在公共工程委员会来做决定 实际上如果经济部已经是开放了 我们忠实在这边阻挡说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预算也是无济于事 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那我想请教的就是说 现在我们公共建设的这个品项 有多少是已经开放给外资投资的 现在就是有关于入资的部分 就是我们付表 付表在第九页 第十页付表这个项目 就是三大项十一小项 那像第一类次的话是民用航空站及其设施的部分 就是一个航空附加价值的作业设施 包括厂房、仓储、加工、运输等必要设施 第二个就航空事业营运设施 只投资新建机营运航空事业办公或具交通系统 转用等功能的设施 且申请开发土地面积要达一公顷以上 另外像第三项就航空训练设施 过境旅馆、展览馆、国际会议中心跟停车厂 这是第一大类里面就有七项 另外港户设施就比较少了 就是像有船舶的停泊 以及后装卸、仓储、拨运作业之水面、路上、海底设施、游停码头及其他相关设施 第二项是新三港区的开发含田地、码头及相关设施 第三是各专业区附加价值作业设施含厂房仓储、加工及运输等必要设施 那观光油气的重大设施就指风景区、风景特径区及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之油气乐区 或者留着这区的一个油气乐设施、住宿、餐饮、解缩等相关设施 区内及连外运输设施、游停码头及相关设施 所以总共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部分啊 如果中央是这样子确定呢 那请问地方可不可以反对 我具体举一个例子 去年大陆的国台办副主任郑立忠到嘉义的布袋港去 结果他说如果布袋港可以由入资投资的话 他们愿意建设嘉义的布袋港 那你能不能衡量他这个建设布袋港这个部分 合不合乎你这三项11款 三项11款的这个规定 特别是在港铺这个设施 如果是符合那个入资投资的条件 那地方政府可以不可以阻挡反对 当然这个所有这个像民间投资公务建设啊 基本上还是要地方全球地方的共识跟支持啊 这基本上 那就变成那会就变成一国两制了 就是地方政府支持的都可以 地方政府如果不支持 不支持的话那民间有意愿的话 特别是像国内商港的这部分 现在是托那个是委托给那个中央代管啊 国内商港 布袋港是国内商港嘛 是是是 现在布袋港是雨港哦 所以布袋港还不是在我们这个 布袋港那这样子 就不在那个港部 商港的这个范围 所以有关那个国台办政立中 这个先生所提的这个说要建设布袋港 可能短期之间它未达到国内商港 或者国际港的这个条件 是还不能投资哦 是目前是还不行 所以说变成当时是纷纷牢牢的一场 一场戏而已啊 实际上非外 非入资所可投资的这个事项嘛 这个部分大概就还要再研究了 就目前的话是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开放 因为它是雨港 布袋港 是雨港吗 那安平港呢 安平港也是雨港 在嘉义的地区的 现在是三港就是这 基隆港台北港台中港高雄港花陵港啊 没有这个国内商港 如果说国内商港 另外当然是还有那个里岛的也有商港 会是那个是高雄港务局 高雄港务局啊 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 请大家查清楚啊 是是 就是说免得我们 我们讲了以后啊 跟事实有落差 那造成困扰 还好不好 所以同样的 不认识 呃 那个地方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就是说我们是均 均守着一定的规划 中央如果有开放 陆资的这部分 地方 呃 特别是像 如果国内商港的管理单位 譬如说像澎湖 它是高雄港务局 那个管理 是 甚至于好 我们苏澳是基隆港务局管理 这些港口 可能 我们要说地方要排除 要认为要反对 还 没 还 无法阻担 那主要如果说 依法办 而且哦 它基本上 这个是对地方有利的话 应该地方就会支持啊 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是绝对的 我们有共同的那个 评量标准 那就不会有分歧了 但实际上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政党 有不同的考量 或者不同的县市党 它有不同的那个政治考量 所以说才会 我们才有所顾虑吧 好 那我这个部分 我就咨询到这里 基本上 我对于这个预算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是支持的 希望说 我们能够依照 中央的相关措施 大家能够配合做 让地方繁荣才是正途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指教 接着我们请 秀委员药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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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